徐媽怒發文 不要搶我女兒 大S恐再贏 剖析挑戰 大S日前宣布閃家周愛劇集 夜驚動台韓兩地娛樂圈 尤其是大S敢愛敢恨的性格 常常殺一個措手不及 這連最親近的家人 徐媽和妹妹小S 都是前一天才得知姐姐載婚的消息 如此Drama的劇情走向 也讓故事主角的母親大人們 感到相當震驚 這蘋果新聞網報導 徐媽得知當下氣的跳腳 讓她無言直喊 這位韓國人我不認識 她也沒跟我講要結婚 至於會見女婿 劇君夜嗎 徐媽則回 就看老娘到時候爽不爽 想不想跟她見面 不過女婿真的來台了 徐媽卻在9號連發兩篇貼文 附上攻擊照 諾槍未來女婿 不要來搶我的女兒 我啄死你 這次聚聚可以聽出來 徐媽聽聞女兒再婚的消息 滿是無奈有氣氛 看來徐媽媽似乎不滿意 這位韓國人 但劇君夜的媽咪也不是省油的燈 超過半百的劇君夜過去 曾在綜藝上與女性配對 回頭和媽媽說起女方曾離過婚 沒想到媽媽驚訝的秒回什麼 可人嗎 氣氛瞬間轉為尷尬 接著又問那漂亮嗎 而根據韓媒報導 劇君夜和母親相依為命 媽媽幾乎天天做早餐給她吃 對韓國觀眾來說 據媽媽傳統又威嚴的形象 似乎以身指人心 兩位主角的母親 都不是好惹的對象 另一位不好惹的還有她 前伯伯張嵐在大S宣布 閃婚就愛的前一天 才在直播上任了想大S 表示我只有一個兒媳婦 怎料才過一天 兒媳婦又宣布結婚了 想光頭又跟我結婚嗎 我很有誠意 我希望她跟我結婚 張嵐八日在開直播 現場開啟吃播模式 對於網友猛攻大S話題 她則尷尬繼續吃 絕口不提大S 三個媽媽們對於孩子結婚大事 似乎都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只能說希望大S嫁給我爸後 能夠好好適應韓國文化 報導採訪組 正理報導喔